小朋友終於上學了 但長期戴著口罩上課 很可能出現小童版口罩機 夏天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長期戴口罩 有機會因為焗著 和寒水刺激皮膚 可能會引致皮膚敏感 無邏發炎 或者令到濕疹發作 家長一聽到濕疹就頭痕 如果幫小朋友在戴口罩前 塗潤膚膏 或者改戴口罩又能否預防到呢 一般來說戴口罩前 未必需要一定要塗 其實暫時沒有即將顯示 研究顯示哪個物料 特別容易令到面部皮膚有敏感反應 這段時間他們開始上學 都要戴口罩保護自己預防感染 因為天時熱 如果出汗出得多 或者口水弄濕了口罩 都建議盡快換身 不過現在都不夠口罩用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回到家 小朋友可以用清水 和溫和的潔面產品 去洗面部皮膚 之後就用潤膚膏去支援皮膚 家長可以幫小朋友 選一些低紋成份的潤膚產品 以及留意產品上的標籤 會不會有些容易令皮膚致敏的成份 例如香料或者防腐劑等等 基本上來說 我們一天最少兩至三次去塗潤膚 萬一小朋友臉出了濕疹 可以怎樣急救呢 如果輕微的痕癢和脫皮 都可以用潤膚膏去支援皮膚 有機會令皮膚狀況好轉 不過如果當皮膚出現紅疹 覺得很癢甚至紅腫出水 就建議盡快看醫生去處理 除了濕疹 無狼發炎都要留意 長期戴口罩 我們會有汗水分泌 亦會有油脂分泌 這些情況亦會有機會 令到毛囊閉塞了 從而引起發炎的情況 如果想減低毛囊發炎的機會 我們就應該經常更換口罩 如果例如汗多 油脂分泌多 可以輕輕用紙巾 印走汗水和油脂 我們挑選塗上去面部的潤膚膏 就不能夠太過結身 因為太過結身質地的潤膚膏 就有機會增加鼻毛孔閉塞的可能性 有機會增加鼻毛孔閉塞的可能性 有機會增加鼻毛孔閉塞的可能性